近年嘉義返鄉創業青年越來越多 結合在地元素 在發展自己事業的同時 也將家鄉的美好讓更多人知道 西北是嘉義新港鄉的一個小村 產鳳梨、甜椒等農作 李氏姐妹從台北回到這裡 以甜點的方式推廣自家種的鳳梨 李的姓氏、諧音同鳳梨的梨 是名字的由來 她們也將西北的台語發音K吧 作為品牌 期許西北這個小鄉里的名字能讓更多人知道 其實我們做的東西都很基本款 就是搞缸 然後我爸他種的鳳梨就是不大顆 就小小的 然後他因為他沒有加生長激素 所以就是比較天然 因為我是讀原藝系 那他們賣有一些關於鳳梨的產品 他們夏天的時候會賣先切的鳳梨 那我就很有興趣說他們是怎麼種的 像現在很多食安問題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產品都是他們自己做的 然後包括他們有自己的FB建立 所以你可以很了解他的製作過程 傳統觀念總認為青年應該要離鄉到大都市發展 不過嘉義人文關懷協會理事長提出 在嘉義這樣的小地方創業 更容易引起大家的關注 嘉義我們就是因為小 還有他其實如果你在嘉義做某些比較特別的事情 他的能見度其實是高的 就是蠻容易就浮起來 從台南回來的蜜雅在嘉義賣起了早午餐 從最開始的流動攤車到最近穩定下來的店面 他在過程中體會到早餐可以很不一樣 期許能為平緩的早餐帶起野餐的新風氣 為嘉義醞釀另一種生活方式 想做一些特別的事 然後如果這些特別的事是在自己的家鄉做的話 會覺得很有意義 因為我那時候早店面的時候都鎖定在公園周遭 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外帶 然後我店內其實也有野餐點 所以我是可以直接提供你東西然後外帶 然後你就是可能朋友就可以出去 做野餐店然後吃早餐聊天 對啊 然後你們可以自己播自己喜歡音樂啊 看書啊 曬太陽 就是還蠻愜意的 而且應該會很好玩 對啊 這塊是要慢慢做 而且是要慢慢推廣 我也希望外縣市來的 來家裡玩的人他們有一個 欸好特別的體驗 我吃早餐是這樣吃的 然後 其實家裡有人是在這樣開早餐店 因為一般早餐店都是來去沖沖吧 那你跟老闆互動不一定很多啊 可能現場就會提供什麼電視啊報紙雜誌啦 或是你只是上班族或上課的 你可能吃完東西就走了這樣子 那即使是沒有很敢 也是自己看報紙或滑手機這樣過 除此之外 兩位嘉義青年在外地歷練後 決定回到故鄉 利用披薩可味的自由度 研發在地特有的風味 想說欸嘉義好像就是這種文化的東西比較不多 然後想要做一個屬於嘉義的文化 他們會覺得說嘉義老人跟小孩會不喜歡消費 可是他們是你要想 你開了一間那種譬如說義式餐廳美式餐廳什麼餐廳 他怎麼會想要去吃這些 我們畢竟也有很多那種阿公阿嬤啊 那種婆婆媽媽小牌子會來吃 他們其實小孩子吃他自己也會吃 他就是一方面被小孩子帶動 帶動去嘗試這個東西 外地的生活總比不過在地的自宅氛圍 看過大城市的風光後 這群青年更能體會嘉義的美好 嘉義好玩的地方是 你要自己去洗腳踏車 或者你自己走路 你自己去逛逛出來的 因為嘉義還蠻多特別的事物在小巷弄裡面 所以其實回嘉義 這些東西好像就有點像挖寶吧 你不知道你會找到什麼東西 我習慣這個環境 然後就覺得人的互動 這邊會比較有溫度 很濃 就是台北你可能買東西 就是收錢找錢就離開了 可是這裡不是他會就是跟你有互動 對 像他會問你說我想送女朋友東西啊 就是要去哪裡買會比較好 嘉義人很熱情 然後那種生活我覺得很很放鬆 跟在外縣市比起來是太緊湊 然後這裡人情味比較夠 因為我覺得說你回來嘉義就是最應該做的是你 不是說用一種外地的觀點去想像嘉義他到底適不適合我 而是說你有沒有去認識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的人他的需求在哪裡 如果你有發現了那個需求 那你就可以全活 當然有些需求是因為你會創造出來的 其實我看過一些年輕人 他們回來的方式不太一樣 跟角度不太一樣 因為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 全球化的時代在嘉義這邊也會發生 也會發生的事情 那看他的觀點是什麼 當他選擇回嘉義的時候 是他們還是會有外面的那種 不管是設計的品質 還是說空間的那種內容的呈現 還有他要呈現的那些商品的方式 我覺得他們的格局會不太一樣 我看到的是有些他會調整 然後調整出他覺得這個地方的人 他慢慢去了解這個地方的人的生活方式 然後這個地方的人的需求 店面就是要有個主題 我們東西就是因為 鳳梨不是一年四季都有 這個真的要邊做邊想 因為我們一開始擺胎 有沒有想說我們會就是 到現在的規模 然後就是要出去賣鳳梨 也沒有想說就是要賣鳳梨 真的就碰到鳳梨賽賽 然後就出去買 對 所以就是很多是計畫來不及變化 對 所以就是邊做邊想 不想要把它做得更好 可是要找什麼方向怎麼做 還是要就是邊做邊修正 如果我看他們可以有一間早餐店 可以讓他們為了吃那早餐 然後讓他們可能提早一小時出門 然後來吃早餐 對 我就覺得那一天會變得很不一樣 就跟那個時候在路邊探測的時候也是 就是那個氛圍會讓你覺得 哇今天很美好 對 就是今天早餐好好吃 就是真的我覺得今天很有活力 可以帶給家裡的一些不一樣的影響 店面上面比較穩定之後 我有能力然後可以辦草地 可能音樂會或是活動 就是以後都是可以在草地上面發生的 對啊 它其實有還蠻大的方向性 嗯 就是要慢慢做 當然你要賺一開始要賺很多錢 當然是去外縣市 因為我們畢竟這邊人口少嘛 但是人口少它當然會有它一定的族群 它不是說它沒有消費能力 是它消費比較保守 消費習慣比較保守 然後它 它可能就是比較不容易嘗試 對 它可能要看了你十幾次 它才會想要停下來買 或想要嘗試一個新的東西這樣 對 然後我們會藉由我們去帶動這些嘉義人這樣子 然後各方面是創業也好 然後吃東西也好 對啊 會因為那種店 特地來嘉義人 它不是去觀光景點 它是去這些特色小店 也有這種旅遊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種趨勢吧 這些店家的創立 讓人了解到許多嘉義的特色 除了為當地帶來活力外 相信日後會吸引更多人用不同以往的目光 欣賞這個地方 2022年 2022年 гоää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